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个人觉得 也是我从业二十多年来 遇过这个难以介绍的车子 排名前三位的 怎么说 因为这个车子怎么说难介绍 因为刚刚罗哥跟我们分析了 以电动车目前在台湾市场 甚至它可能是 全球市场的一个窘境 还是在于充电这件事情上面 那与其我们谈所谓的里程焦虑 你不如看待 消费者有的是什么 是充电焦虑 我不在意我的车子 是跑300 500还是600 我只在意我的车没电的时候 要去哪里通 能不能够马上的冲到电 所以这就有关于整个政府 甚至是全世界 它的充电的基础设施的 一个这个部件 那当然了 其实很早之前 以TOTA来说 它就推出了Hybrid的车种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一个 蛮不错的solution 第一个 节能减碳油耗表现非常好 但是你印象中 Hybrid的车型以前早期了 是不是比较特殊一点的造型 对以前早期 就好像前一阵的那个 Prius Hybrid的大改款的图 你会发现超特别的 但是走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你会发觉Hybrid已经变得跟我们一般车子是一模一样的 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之中 甚至Prius Hybrid车型也融入到我们生活之中 那Prius Hybrid跟Hybrid很多消费者不是太理解 Prius Hybrid车型也就是说 基本上它是可以另外采用外面的电来充电 那Hybrid车型基本上它是用自己引擎 或者是动用回收的方式来去做充电 这一点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另外Prius Hybrid车型多数拥有很好的一个动力的性能 另外它还可以纯电行驶 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个车这么难介绍 其一是因为它的一个动力的来源 还有一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早期 也不能说早期 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而已 Prius Hybrid车型 以前觉得价格太贵了 售价相对而言是高的 但是谁说做不到呢 你想想看 现在目前看到台湾MG的 HS的PHAVE车型的开价 售价是118.9万 118.9万就可以买到PHAVE车型 而且将近300匹的最大纵效马力 以及将近50公斤的最大扭力 那吓死人的一个驾驶行为 所以艾大你的意思就是说 之前其实为什么消费者不买PHAVE 主要是因为价格太昂贵的关系 我觉得是消费者对于车辆的认知 不是他不懂 而是觉得买这个车并不是表示它贵 而是说我花了这样的钱 买不到相对应的质感跟配备 就是说你可能可以有便宜的PHAVE的车型 但是相对于你坐进车里面好像在开个洋春车的感觉 如果你是开个豪华车 我觉得我花了100多万 我当然享受到是一个豪华 以及这个高质感的一个氛围 那你又要有PHAVE 可能这是难以两全的事情 但是目前看起来MG的HS的PHAVE是做到了 那当然我觉得很大一个重点就是说 目前在台湾百万的中型休旅车市场里面 算是最竞争激烈的一个这个急剧 我说这个车怎么介绍 反正大家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资讯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我们镜头把它打开 你会发现这台车 外形很帅 其实外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中型休旅车的尺寸 而且它的设计我认为 是属于欧系欧化的这整体 运动风格带着比较强烈的外形设计 就是真的比较有跑格一点 是 比较有跑格的设计 那当然现在时下流行的一个 大面积的水箱护照来说 我觉得也很气派 而且它有很多的元素 我觉得都是很符合现代的需求 来 冠言我们先到车车的部分来看一下 如果我花了比较贵的金钱 买了比较高档的车子 我一定要让人家知道 所以你看到没有 旁边 Plug-in Hybrid 又还有带有EV的一个 这个 badge在Fan Air 纸板上面 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开的是一部 高阶的PHAV的车型 同时它可以怎样 EV纯电行驶 那当然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这个 我刚刚讲接近300匹的最大码 重效马力已经50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配置了19寸的 台圈 看到没有 2 3 5 4 5 19 而且是米其林的这个PS4的这个性能跑胎 我觉得它 很有诚意 怎么说呢 诚意也可以这么讲 然后运动化也很多 为什么MG可以做到 其他人做不到 这点对我来说是 我觉得比较好奇的地方 那你会说 刚刚爱达你刚刚自己不是说吗 你买到了Phaven 然后你就很阳春 那这台是不是 不会 又有Phaven 又有大动力 又可以纯电行驶 然后又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内装 外观的质感 甚至是在配备上面 我们一向一向看来 在外观上面继续往车侧的部分走 怪你会发现 车顶架 窗框 后视镜的外壳 全部 都采用黑化的一个设计 这是现在目前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 这个带有运动风格的氛围 我觉得这台车基本上完全做到了 那让你打开车门的部分 怪你会发觉 它是采用双色内装的一个设计 它是双色的内装的设计 你会发觉 它白色的内装 加上深蓝色的一个铺层的配置 视觉感受相当的好 对 质感也很好 质感的触感各方面也是相当好 那我再来跟各位讲讲 难以介绍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摄影机来看一下 这个门板 我现在用手压 软的 它其实这整个 上面的这个饰板是软性的 是 是软性的 是软性的 你说是 我的车子也是软性的 没有错 我的车子也是软性的 但是如果你来到后座的部分 很多的车子 后面 就是那个硬塑胶 这一台车 它还是软性的 所以有的时候 光是照片或是影片 或是我们在电视机上面 很难以呈现 我觉得如果你亲自走一趟展上去 去碰触这些材料 你会发觉 它跟你去其他品牌的车种上面 看到的质感呈现 是截然不同的 不然我们还是得要再回到前面一台 这台车实在太难介绍了 因为它太多东西可以 让我们好好发挥 爱大 你打开车门 我看到那个互订 有些车款是要用选的 这个好像是它的售扶件 但是不管它 我们来看一下标准配备 你看到没有 它方向盘是小尺寸的方向盘 然后方向盘上也有快拨件 然后也有定速的跟车 因为它是MG Pi 2.0的 达到Level 2等级的半自动辅助驾驶 另外我觉得在它的数位仪表 中央控台上面的萤幕 我觉得它的UI设计做的是非常高阶的 就是大概是 你看到一般有一些比较低阶的车子的 这个UI的这种界面 大概就是安卓跟苹果的感受 带给你的感受是这个样子 不过你还是要亲自去看一下 你才会比较清楚 那当然谈到安全的部分 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的部分 我觉得它又给予驾驶人 非常大的一个选项 就是说我可以选择 当我这个压到线的时候 你不要管我 或是我压到线的时候 你给我警示 我压到线的时候 你给我警示之后还把我拉回来 或是刚才就把我定死 在这个车道的正中央 我觉得这是可以让车主去做 不同的驾驶行为 或是不同的情境下的一个选择 依照个人喜好 对 但这是可以被口述 或是转述给观众朋友们听的 另外观众朋友没看到 这个前面是两张电动调整的 电动调整的坐椅 副驾也是电动调整的坐椅 但是我必须说 我个人觉得稍微有点点小缺憾 就是它的驾驶座虽然是电动 但是它没有记忆的功能 另外在乘客座的部分 它的高度稍微也比较高一些些 不过你可以看到它的头枕的后方 前这个部分 头枕的部分 有车的这个Trophy的字样 它配置的是属于运动型的一个前座椅 当然它也有加热的功能 没有通风 没有通风是我觉得 如果再加一点通风会更好 不过它已经配备这么多 我们不要再苛求它了 而且质感又做得比较好 质感真的非常好 前座是我的驾驶 就是观众朋友请帮我们上车来做一下这个后座 好不好 可以喔 来 开门的角度 坐进去的舒适性 轮弧的干涉程度 没有 底板的高度 跟座椅里面的深度 观众朋友 非常好 而且里面好柔软 是的 然后里面的宽度 长度够 所以对于我大腿支撑非常好 再请你抬头看一下 全颈天窗 好大的天窗 是它的标准配备 而且一般有全颈天窗这样设计的车辆 它对于头部空间的压迫感会稍微多一些些 表现就更好了 可是你在这台车辆 你完全不会有任何有头部压迫感的感受 它通通性就很好 然后头部空间 以我这样的身高来说的话 起码如果没有天窗的部分 我这边还有超过大概两个拳头 真的 很厉害吧 没想到它车内空间表现真的很好 车内空间表现真的很好 当然因为它是客车的认证 跟有一些品牌采用客户车认证 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所以它的椅背可以做五段的调整 这个椅背也可以调整 椅背可以做五段的调整 就是后排的乘客 可以这样子 可以做五段的倾斜度的调整 这个五段很重要 对 我相信不管是老 不管是少还是孩童 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椅背 是 没错 而且艾达 我发现一个东西 我要下车的时候 这个可以当扶手 你看 是不是很棒 我个人是蛮怕那一个洞的 为什么 你知道小朋友 我觉得我女儿会在后面 扯我的头发 爸爸 她就会扯你的头发 来 来到车友的部分 我们还是看一下 当然一部修理车非常重要的 还是在后行李箱的空间 当然因为车室的空间表现得不错 它的轴距其实也相当的长 那行李箱就不到500公升了 只有480几公升 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一个状态 虽然不到500公升 但是说实在你平时并没有天天满载的一个状态 所以空间的表现相当的足够 一样它有一个下底板 隐藏的是它的BOSS音响 跟它的一些补胎剂 跟它一些其他的那个 打气体补胎剂都有 对 电瓶也放在这个位置 来 我们特别看一下 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底板的这个开口的拉柄 这是很多细节面质感上面的呈现 我觉得是很多其他的品牌的车种 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 那你讲了这么多 为什么我一直说它难介绍 因为这台车到底开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它是符合我们台湾人需求的一个 舒适性的操驾感受 另外在官方宣称 它可以纯电行驶 有70公里以上的一个里程 好了 就算你觉得官方都夸大好了 打个车好了 打个车 7折 它也能够行驶50公里 就是我从林虎到台北 可能拼一下有机会 每天沉淀行驶 所以你又可以享受电动车的驾驶乐趣 然后你又不需要担心充电这件事情 甚至它在中央的这个荧幕里面 你也可以选择 你预期我等一下要去接小孩 所以我现在选择高回充的一个模式 我把电力保存在这个车子里面 然后我在校门口接下来的时候 我在等着小孩 人家超过三分钟要熄火 不然被开罚单 我可以不用发动在里面吹冷气 我觉得这很多的细节面向 说实在的 一下子没有办法完全的介绍 给所有的消费者知道 但是如果你走进展示中心 我花一点时间 我相信 业态们会告诉你 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而且你亲自去触摸这个车子 各项的一些设计跟质感 跟你自己眼见己所得的这个画面呈现 我相信会令你非常有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